大家好 这期课我们来学一下PR里面的一个字体模板 非常的方便使用 我们先点到图形 界面 然后在浏览里面找到字体模板 这里有很多拉下来 好 这里有很多 那假设我要拉着这个模板 那我们把它拖过去 无法连到那么没关系 因为你的电脑里面没有这个模板 拉过来 大家看上面这一部分 那么 点它之后 在这个地方 可以进行对它进行设置 拿下来大家看 比如说字的颜色 我说红色 对吧 甜中 然后大小 我可以变大 变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2009年 那么 追踪啊什么这些效果用法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要改它字体 双击一下 比如说12345678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 然后再来看一下 那么它这里有很多的模板 你都可以选择使用 然后自己去研究一下 就选好之后 可以 在这个地方进行什么样 进行编织 进行修改 它 当然如果说这些字体都不满足你 你还想 需要其他的 那么你可以到网站上面去下载 比如说有一个网站 就这个 你打开这个网站 那么你 打开这个网站以后 这里点入预设 预设 锁进去 查找 找到之后 然后点 比如说就这个 PR的 这个包 安装包 然后你打开它 打开它以后 那么 这个安装包 你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的话 然后 它会有 安装 有步骤会告诉你的 你可以把它装到 这个AE里面去 它会有步骤 有步骤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装到这个AE里面之后呢 然后它就会在这个 这个里面就可以找到 这个里面就可以找到 好了 这节课就介绍了 这个PR的这个字体模板 以及 这个网上去 如何去下载 哪个网站 至少自己看一下 这个 好了 那这里就到这里